在妻友缠绵游戏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却因为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成为香港乐坛里的 小编承认胡夏唱歌有两把刷子 但当队长他是真不行 在网声点说 他这个人的性格根本不是和尚竞技类综艺 不仅会暴露短板 还会暴露缺点 好在观众能察觉到他本心是没有恶意 可人生在世 很多事情只能论记 不能论心 就像他当着锦龙的面 安排好自己 赴新博早安去里克勤队 让锦龙回去找石凯 论心 他没坏心思 只是基于当时人数的最佳安排 论记 他就是在变相排挤锦龙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做他的队员 怎么可能不心寒 02 踢经斩棘武功部落选人环节 胡夏队和维利安队惨遭团灭 听到这个消息 胡夏是开心的 他终于不用肩负队长的职责了 规则刚宣布 胡夏跟锦龙拥抱 锦龙明确表达自己想跟着胡夏走 回到训练室 等待部落重组 胡夏直接说 要不我们去克勤哥那儿吧 李克勤武功选了七人团 他的队伍里本身就已经有四个人 留给胡夏组也就剩下三个名额 平时屯门一家亲 关键时克锦龙直接被排除在了屯门外 锦龙能怎么说呢 只能说李克勤组没有多余位置 转会开始 傅心博让个人喜爱度最低的锦龙先去 锦龙想跟早安一起去 早安让他自己去 胡夏也没打算跟着一起去 以前也不见胡夏在队内发挥队长的作用 这次他竟然用了队长的权限派锦龙去 锦龙早就看清他们仨的小九九 他把自己当皮球 看起来是缓解气氛 但小编觉得他更像是在讽刺胡夏 胡夏指挥不动早安 也不忍心让傅心博先去 只能他跟锦龙一起去 胡夏收到了三个队长的邀约 他选择了李克勤的队伍 顺便告知李克勤傅心博 早安也都想来他的队伍 奈何有掌境主义症 没有在人情和比赛中选择人情 直接利用规则把早安抢到手 锦龙这孩子真不知道是心大 还是真的想去李克勤组 总之他如愿了 03在披荆斩集抱团是个常事 但对于观众来说 可堪度就会减少很多 往年观众对于抱团行为 批评的那叫一个激烈 尤其是第一季和第三季 第一季大湾区的哥哥们 几乎从头抱团到结束 他们本身人气就比较高 抱团更容易赢 第三季一开始 大家都在担心0713抱团 所以网药庆怂永蔡国庆挤了进去 后来大家才发现 最抱团的不是陈楚生 而是王耀庆 他的队伍里有两个舞蹈大师 一个Viper 后来还挤进去了各张远 王耀庆和节目组机关算尽 确递不过观众有一颗爱生的心 披荆斩集司因为规则不同 实际上抱团现象比较少 但也不是没有 胡夏 傅星伯 早安 他们仨最为明显 傅星伯也不是没想过去其他组 那和胡夏早安争着无辜的大眼镜看着他 他只能选择被道德绑架 胡夏道德绑架傅星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从傅星伯进入他的组 傅星伯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尤其是三宫胡夏立牌中一跟早安联盟 胡夏更是把傅星伯的作用发挥到了200% 四宫选人胡夏终于达成心愿 把早安拉进了他的队伍 小编很好奇 他俩拆开的时候 实力都不错 怎么合到一起比一场输一场 零四 对于胡夏的种种行为 小编只想用张艺兴的那句名言来总结 不会带团队 只能干到死 胡夏真的没有做领导人的能力 不懂得利用规则 不会主动为自己争取 不懂得把队员特性发挥到最大 还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 皮格斯这么多位队长 胡夏 早安能包揽到数一二 小编就搞不懂了 人都是木墙的 他俩到底是什么在吸引彼此 早安作为皮格斯唯一的rapper 原本他应该跟不同哥哥合作 挑战不同的舞台 自从跟了胡夏之后 一部错部不错 连个经典舞台都没留下 想想都觉得亏得慌 所以各位 找朋友可以选胡夏这样人出无害的人 但是选合作对象 嫌领导 远离胡夏门